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罗曼罗兰曾说 信仰是一种行为 它只有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就有一位外国女子 为了自己毕生的信仰 放弃了在美国当物理学家的大好前途 转而来到中国过苦日子 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穷辛顿 她是杨振宁的师姐 是美国核武器的研发者之一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 促使她放弃美国的一切 奋不顾身地来到中国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 结婚意味着美丽的婚纱 绚丽的灯光和盛大的晚宴 而这张结婚证的主人 结婚时一无所有 甚至流传至今的结婚证 都是用笔手写的 这对抗力就是来自美国的 穷辛顿和欧文恩格斯特 在美国 穷是麦哈顿计划中的女科学家 欧文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 畜牧业专家 1921年10月 穷辛顿出生于美国芝加哥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爷爷是美国著名作家 弗利切 外公是大数学家 乔治布尔 他的父亲是科研家 母亲是知名小说家 出生在这个感性与理性 完全融合的家庭 就早已注定穷辛顿 将会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从小景一预示的他 就接受着良好的教育 父母二人十分注重女儿未来的发展 有着高等教育和崇高理想的父亲母亲 从小便教导穷辛顿 长大以后 你要做一个造福人类的人 穷辛顿的理科天赋 决定着他的人生会在物理学中精彩无限 于是在威斯康星大学 拿到物理学硕士后 成为了若贝尔得主费米的学生 当时费米作为美国迈哈顿计划中 核弹部分的负责人 选中了只有23岁的穷辛顿 成为他的助手 在全世界最为前端的科技女语中 学习的穷辛顿 开始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他们的研制成果也在日本得到了试验 1945年对于日本而言 无疑是黑暗的一年 广岛和长崎被美国投放的原子弹 炸成了焦土 两朵巨大的蘑菇云 让穷辛顿发掘自己研制成果 可以让15万民众瞬间失去生命 穷辛顿震惊了 他不愿相信这些无辜的民众 成为了国家争斗之间的牺牲品 更不愿相信自己竟然成为了杀人犯 这不是蘑菇云 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血肉 死去的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啊 把科技用于武力太恐怖了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出现 信仰崩塌的他 在独博期间发觉自己已经成为了 美军培养的杀人武器 这时远在中国工作的哥哥 威廉辛顿 给予了穷辛顿新的希望 中国成为了哥哥 口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男朋友本是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 来留专家 但却在见识过主席的事迹后 选择舍弃一切 来到延安生活 周围的亲朋好友 都在宣告着中国的吸引力 于是他选择来到中国 明星前 穷相同学杨振宁告别 流泪了 这使得他已经成为了当时物理界的关键人物 不出意料 很快就可以获得若贝尔奖 周围的人劝解 没能阻挡穷辛顿前行的步伐 他曾经的信仰崩塌 新的信仰建立了起来 1948年 穷辛顿来到了中国 得到了宋庆宁的接待 之后来到了延安 和自己的男朋友杨枣 一起生活在延安 在延安生活的穷辛顿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朴和热情 这里的老百姓 给了穷辛顿 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男朋友养育的三十头奶流 是延安所有党员的营养来源 穷辛顿成为了男朋友的助手 从此 乍根于延安生活的穷辛顿 给自己取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 韩春 在这里 他和丈夫一起帮助延安登地的养流高手 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的奶流品种 在中国生活负责的穷辛顿 成为了美国人口中的间谍 毕竟 这样一位物理界 具足轻重的人物 怎么会来到中国养流 但穷辛顿 却是一心扑在了 养育奶流的事业上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共产主义不需要原子弹 需要每个人喝上牛奶 婚后生下三个孩子的两人 在艰苦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热情 不断地投入到 奶流的改进生产中 还把自己的物理学知识 运用到龙聚机械的改良中 很多时候 因为中国条件艰苦 他选择省吃俭用 自掏腰包 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 送到农场 之后他研发改进的 奶流氢饲料炸草机 在全国各大农场推广 销量超过100万台 杨枣利用学到的配种技术 激连培育出两种奶流 帮助附近奶流提高了 好几番的产量 可以说 如今许多人享受到了 牛奶自由 离不开他俩多年的潜心研究 他俩离开了美国去往中国 在美国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影响 一个和研究专家跑到外国去生活 如果泄露了技术该怎么办 很快美媒就发表了文章 痛批 韩春是叛徒 连他的家人都被拉进了黑名单 但是 韩春本人对此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就当不知道一样 依旧每天认认真真的喂流 辛苦勤劳的工作 韩春养了一辈子流 他让更多的中国人喝上了牛奶 也成为了首位拉到中国绿卡的美国人 2003年圣诞节 病重的杨枣将韩春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 笑着对他说 我先走了 这些奶流交给你了 杨枣没有被送回美国 而是安葬在牧场西南角的白杨树下 韩春常常走到杨树旁 望着刘儿吃草 就像望着自己的孩子 一人一树 两个影子在草原上交叠 携收54年的婚姻 以这种方式延续 杨枣走后一年 韩春正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位 取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此后 他的生活依旧如初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牧场出产的刘奶 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这是他和杨枣最大的慰藉 2010年 89岁的韩春 躺在那株白杨树下 从此再也不与杨枣分离 儿子杨和平 后来做客北京卫视 在访谈节目的尾声 他流着眼泪说 我从没看到任何一对夫妻 像他们这样幸福 韩春虽然是核武器的研发者之一 但核武器造成的伤害 绝非他所愿 宁愿放弃心爱的物理学 到中国养流 客观上映射了核战争 究竟有多可怕 目前俄乌战争正在进行 局势一天天恶化 俄罗斯的核武器 甚至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如若西方继续刺破俄罗斯底线 硬汉普京会做出何种决定 都不会让人意外 说的直白点 和战争离我们真的不远 韩春若是地下有知 不知会做何感想 其实早在20年前日本 中国 美国 英国 俄国 法国 五个国家领导人 就核武器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鉴于核武器使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各个国家强调核战争不能打 也打不得 全面核战争是人类的灾难 也是世界人民不愿意看到的 截至目前 世界各个国家国的核弹总数 大约有两万枚 其中部分是原子弹 也有氢弹 中子弹 这些核弹虽然远不毁灭地球 但却足以让人类文明毁灭几十次 世界各个和大国之间都有足够相互毁灭对方的能力 核弹爆发的瞬间 巨大的冲击波和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球 就足以让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物 包括人类灭亡 瞬间产生的恐怖威力 它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连续性的火山爆发 地震和海啸 这些灾难中的任意一种 都是人类和地球生物所无法承受的 最关键的是 核弹爆发会产生大量的核辐射 核弹的大规模爆发 还会把地球的大量尘埃进入大气之中 这些尘埃的数量和密度将足以遮挡太阳光 并且迟迟无法散去 没有了太阳光 这就意味着地球失去了能源和温度 这将导致地球的气候巨变 极端的严寒将很快卷席地球 这便是著名的核冬天 即便有一些人在核战争中 教训存活下来 也没有办法应对地球上到处都是可怕核辐射 以及长达几十年的核冬天 人类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文明和美好家园 包括各种建筑工业体系 交通运输乃至科学和智慧 都将不复存在 人类文明从此一蹶不振 乃至全球消亡 很多年后地球上已经完全看不出人类生存的痕迹 我们曾经在地球的点点滴滴 都将被大自然重新洗礼 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 还需要世界干什么 承受了巨大压力的普京 是否会铁而走险 打一场核战争 最后 希望世界和平 核战争永远不会难宁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